伊蘭縣長林茲廟涉及貪污案被以80萬元交保後傳 雖然公開批評是被對手抹黑 但多少影響到他的連任之路 民進黨中職會的下坡提名 也鎖定了藍營執政的三縣市 下個階段就是剛才提到包括宜蘭南投這些區域 但是因為這些區域涉及到相對來講 我們非執政的縣市 然後更重要的我們也部分地區 雖然中央市政成績不錯 以及南漢四年前的苦戰說拜拜 但國民黨執政的縣市有曝光度 有行政資源佔了先機 像宜蘭縣長林茲廟請走基層後職實力 民進黨整合共識 可能推宜蘭市長江聰淵來出戰 不過前代理縣長陳經德猛攻縣長的弊案 似乎也有意角逐 也是要再協調溝通 還是有重新執政的機會 但前提一定建立在黨內的團結 另外南投縣國民黨推出立委許淑華 民進黨則鼠疫曾經參選 南投縣立委的行政院 中部辦公室執行長蔡培惠 不過集集政長陳濟恆去年也表態要選 還要選對會協調 雲林縣要對上張立善的農委會主委 陳吉仲雖然被點名 但不排除派立委蘇智芬重批戰袍 立委劉建國也是人選 越早提名 他們就可以有更多的民進黨支持的能量 可以到地方去走訪 甚至吸引更多的支持力量 能不能成功翻轉三個藍營縣市 除了整合還要消米紛爭 加上參選的意向也會產生連動 都是選戰成敗的關鍵 華視新聞 黃佩華 張兆元 台北報導 曲名角榮 姚13 李宗如 先來 感谢观看